各位藤友大家好 今天是年三十晚 我也想在年三十晚大隨直 跟大家介紹一些好東西 我想跟大家說的這隻 Sodiac Super Sea Wolf Limited Edition 很簡潔很漂亮的一隻 跟之前介紹過的Sodiac Super Sea Wolf手錶 是很不同的 之前那些都是賣點很色彩 顏色撞得很鮮艷很搶眼 但這隻整隻的吊子是完全相反的 它是用一個比較白色做主色 整個錶面很簡單 沒有任何特別的東西 大家給大家聽聽外圈的聲音 大家看到它的外圈是120K的外圈 另一隻聲音其實都很清脆 這隻錶正如所說 它有一個主子可以用幾個字形 就是Keep It Simple 它用量將一些很簡單 很簡潔的東西放在這隻錶上 整隻錶的錶面底色就是白色 但是它的錶面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它不是用一個很雅色的白色的錶面 因為如果用雅色白色的錶面 我覺得它好像弄得很像一塊膠一樣 它用一個好像溺架面 那樣的白色錶面 整個錶面就是一個零身 所以整個感覺整個錶的格局上面 完全覺得它是高調了很多 錶底就是一個物體設計 看到它有一個隱形 後面寫著Super Sea Wolf 這隻錶的K size 大約39mm左右 它應該是用Super Sea Wolf 53的 錶面的一個很 iconic的四個時錶 12.3.9.6.4的四個時錶的設計 它的錶圈也用了一個白色的底色 它跟了一條叫做羅段 這是一個羅段質地的一條 這樣藍色的一條好像利弄 但是其實它又叫羅段 羅段其實它的質地會更加堅硬 以及更加內磨 它整個錶都是跟了這條這樣的錶帶在這裡 給大家聽聽它的外圈的聲音 是不是很清脆的聲音 其實看上手就真的很好靈的 這條錶的Super Sea Wolf 它是沒有用鏈帶的 即是鋼帶 它用了這條藍色的羅段帶 我覺得是一個很聰明的配搭 因為你看到它主調是一個白色錶 已經白色外圈 趁這條藍色帶 好好配合那種 有一種叫做海洋面 以及藍天的效果出現 整個感覺很新鮮 亦都很配合到它的主題 是一些海洋活動 一些水上活動 擺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條錶是39mm的尺寸 絕對很適合我們亞洲人的手腕 戴上手一點都不覺得 是很大舊很扭曝 這條錶的機芯 它用了一個STP-13的自動機芯 有44小時的power reserve 這條錶的整個感覺 都是賣的那種叫做 Simplicity 簡約主義 我又覺得跟之前那種系列 玩很多顏色的 Super Seaford系列 很不同 很特別 這條錶 它現在做的定價是11,300元 但是如果大家看完那條影片 下去時輪方 時速度的時候 價錢可以做到6780元 今天介紹到這裡 祝大家兔年行大運 恭喜發財 拜拜